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讚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這次我們這邊的Panda 去了珠海這邊的鱷魚島 我相信很多觀眾 聽就聽得多了 但是到底這個鱷魚島裡面 是否只看到鱷魚呢 有沒有鱷魚的表現呢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看到呢 現在我們交給Panda 帶我們去這個地方看看 Hello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 弧心路鱷魚島這一邊 這個鱷魚島可以說 是珠海一個很早期的一個動物園 然後裡面主要是看鱷魚的 有鱷魚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貓套 有小鳥 有小鳥 然後還有動物表演 那我剛剛去買票的時候 那個售貨員跟我說 現在裡面就沒有表現看了 就只有動物看了 那票價就是40元 對 那他一個70歲以上的話 就是免費入場的 那Mike 2也是免費的 那一個Mike 2和Mike 4呢 它就是半價票的 對 那現在就帶大家進去裡面看看吧 那其實我們進來之後呢 都看到 它這裏現在就真的沒有什麼人了 因為這個公園怎麼說 都很足夠的了 到現在都有20幾年了 不過呢 剛剛開的時候呢 是很多人的 我小時候都來玩幾次 那這邊呢 就有一些小朋友玩的一些娛樂設施 其實不要說小朋友 單人都可以玩的 對 那這邊呢 就 沒有什麼 欸 看到那邊好像有糖尿 我們去看看吧 這個公園呢 據我了解 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就是 九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是開了的了 那它這裡呢 是還有一個 一個表現檔 對 它現在的票價呢 就真的很便宜 才40元 記得以前小時候來玩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便宜 看看這邊有什麼 咦 前面有桃妖喔 好像我現在在包場的感覺 你們才明白嗎 這種feel 整個鱷魚島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對啦 你看那些鱔鳥 哈囉 看鏡頭了喂 是 糖尿 糖尿的頸就是沒有毛 對 不過聽過它的嘴巴咬人 都挺痛的 所以我都不太站那麼近 對 它都會說到說 會 不可以用食物 就是自帶食物去餵牠 然後的話 也不可以去打牠 對 你看 這個大長腿 好可愛 哎呀 哎呀 我們現在可以吃一些糖尿皮 哈哈 那這裡就 有一些 這個應該叫屯鼠吧 這個 對 對 不過很多 都在那裡送食 好緊的 哈哈 肥豬豬好可愛 好 我們去看看其他 那我記得那些島 好像還有貓套啊 那些 什麼都可以看 其實可以看那些動物 幾多下 哦 這裡有紅雀 還有雞 那些雞 好大隻啊 然後還有一些白鴿 哇 好漂亮啊 哇 好多啊 讓大家看看 哇 那些恐雀毛呢 在陽光下面呢 照射得好漂亮啊 那隻蠟 就是恐雀蠟 應該就是這樣來的吧 對 它上面呢 是封了一個頂啊 所以呢 它們是飛不出去的 那這個位置都挺大 所以的話 他們的話 活動空間都是ok的 對 就是我想明 為什麼會放些雞 跟它們一起呢 因為現在天氣冷啊 全部都是佈在一起 都不可以去動 今天陽光非常之好 天氣好就好 你看 這裡 這裡 這裡是什麼 不過我不是很敢 過去我都在射 算了 我們走吧 我們不要看這個 看看前面 前面好像還有一個猴子 然後呢 它這一邊呢 是有一個這個 小豬表演 就是我們說的 笨豬跳 豬仔跳誰的 不過這個是它有一個表演時間的 它是分 就是有一個時間 去分的 但是呢 因為現在 它這個疫情的人太少了 所以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這個表演了 現在我就真的可以看 啊 我這裡就是猴子的 看看 猴子在哪裡 哇 它的網風得好實 都看不清 全部都 躺下了 哎呀 哎呀 這裡 這個躺下了 看不清啊 那些網 太密實了 都幾多一下 其實 不過好像都 有些 有些 累 好像有些冷 全部都縮在一起 那 大家看這些呢 其實說了一句呢 我自己個人呢 就不是 特別喜歡去動物園的 就是 呃 怎麼說呢 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有點殘忍 對 可以看看 他們全部 這樣 困在這裡的話 就是 沒有了動物 應該有的天性 就 嗯 其實很殘忍 那一句 那它現在呢 這個位置 我身後這個位置呢 就是這個 這樣的 嗯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豬仔 是豬仔跳水的一個地方 就是表演的 看表演 然後有一些小朋友玩的 言樂設施 對 40元一張票 說真的一句 貴就真的不算貴了 但是 它那邊的設施 真的有點夠了 那後面這裡呢 還可以坐這個船 它是滑船的 對了 那 咦 這裡還有一個 開心農場 噢 有豬啊 哈哈 哈囉 那些豬 全部都躺在這裡 看看 是啊 全部都躺著 都不動 因為天氣冷啊 那就 全部都佈著不動的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農場 就是可以種一下菜 那些是類的 那 怎麼說呢 就 嗯 小朋友來的話 是OK的 就是帶他們過來認識一下 就是認識一下動物 就是啟蒙 我們說 是 不過可能帶人過來的話 可能就會有些少無聊 對 因為說了一句 因為我現在進來都走了 有好一陣了 感覺 我才看到三個人 就是門口那裡的那個 這樣 的 一家三口 帶朋友過來玩的 應該就 所以的話 我現在給我感覺就是 我好像包場 對 整個遊樂園都是我自己的 哈哈 好 就這樣吧 好了 我們現在終於是來到這個鱷魚的地方 但是鱷魚在哪裡呢 鱷魚在哪裡呢 我有點害怕 其實 我很害怕它會跳出來 因為之前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聞 就是 有一年 颱風呢 好像是一百年的時候吧 那個山竹 還是天甲 那個颱風呢 很厲害 那珠海呢 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一個颱風 就是目前為止 接著鱷魚到這裡呢 就 水浸了 接著那些鱷魚呢 就走出去 就是在白騰湖的村民 很多人都捉到鱷魚 就是全部走出去 其實挺可怕的 所以現在我也有點不怕 那一句 是 我個人呢 都認同Panda所說 2018年那次水浸 那些鱷魚走出來 是挺可怕的一件事來的 附近的村民呢 應該都挺怕 就是說呢 還有沒有一些 是躲在某些位置 突然間有一天出現等等 好了 這裡呢 都想分享一下 其實關於我自己 對動物園等等的一些看法 因為Panda都說了 其實他就覺得 困著動物呢 就有些對牠們不太好 我覺得呢 如果純粹是動物園 參觀形式呢 我個人覺得還可以的 我也都會帶小朋友去看的 但是呢 如果你說 一些表演性質 包括呢 現在這一道 所寫著 小豬跳水這些呢 其實我就不太贊同 因為我看過一次 當初呢 就是朋友跟我說 很可愛等等 那我就帶了家人呢 在另外一個廣州的 一些小型動物園那裡看過 那我發現呢 其實是相當殘忍的一件事來的 因為呢 是說緊些 人呢 就逼那些小豬 上去一些跳板那裡 然後呢 其實在高空 其實是推牠們下去 然後呢 就製造一個娛樂效果給你看 那再加上呢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的 因為呢 你看它掉下水的那一刻呢 那些水淺下來 基本上很多人都中招的 那些水也都不是乾淨的 而另外一樣呢 我都不是很熱衝去看的呢 就是去看馬戲團 因為呢 你看的時候當然是精彩啦 但是訓練的時候呢 其實那些動物呢 很大機會都會受到虐待鞭打等等 從而呢 令到那些動物呢 乖乖聽話 做出一些表演的動作 所以呢 這些我都盡量呢 不會帶小朋友去看的 那當然呢 小朋友呢 要長大一點才會明白 這件事背後其實是殘忍的 那這裡呢 都是有一個看鱷魚的地方 但是鱷魚 我就真的 一條都看不到 說真的一句 是啊 全部好像是 全部關了起來吧 是啊 那它這裡呢 就不是很大了 就 這樣 然後那邊剛剛 大家過去看了一個 那些恐雀啊 唐鳥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看那個 猴子的 然後這裡呢 就有一些遊樂設施 然後再後面呢 就是有一些鱷魚 挺鱷魚的 這邊也是挺鱷魚的 對 就不是很大 說真的一句 因為現在可能天使冷的原因吧 都 沒什麼看 嗯 好 那我們現在今天就差不多了 好 那 我們現在就差不多是 說出去的了 那 嗯 即是 時隔多年呢 再次重游 即是再次來回到這個地方呢 給我感覺就是 有點可惜了這個地方 因為呢 我印象中我小時候真的很旺 這個地方很多人來的 基本上呢 每一星期呢 那些小朋友春遊啊 或者是什麼呢 外面是全部停滿了 旅遊大巴的 那 現在呢 這個地方呢 就好像有點 荒廢了 這樣 但是呢 它又是營業中的 而且覺得是收門票的 所以就覺得 它應該重新去整改一下 就是翻新 然後添加一些多一些新鮮事物 我覺得這樣的話 可能會更加好 嗯 相當搞笑的就是 入到鱷魚島 反而是看不到鱷魚的 只能看到其他動物 那 本身這個地方呢 佔地都不算小的 你當一個小型的動物園呢 如果帶一些小朋友等等 過來看看 我覺得都可以 正如剛才我所說 動物園那種的形式 我覺得既然 動物也都沒有受到什麼傷害呢 那帶小朋友來了解一下 動物生態都可以的 那至少呢 你不用去到很遠的地方 都能夠看到不同的小動物 那畢竟呢 就算在香港 現在要看一下那些小動物呢 都可能要去到新界 一些偏遠一點的 所謂農莊 才有機會看到少量的動物 那鱷魚島這個位置 在狐心路呢 始終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都知道呢 很多的觀眾呢 其實在珠海這邊呢 是買了狐心路 白礁 又或者井岸那邊的物業 作為自住 或者度假之用的 那今天呢 我們進來鱷魚島 這裡參觀的部分呢 就到這裡了 也是呢 Panda自己 作為第一次拍Vlog的形式 希望呢 大家會喜歡啦 往後呢 如果再有機會呢 都希望介紹多些少 珠海又或者中山 不同的玩樂地點吧 下條影片見 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 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 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幣 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 我們的服務包括專車接送 萬里營購手續 簽約等的跟進 以及客戶沒有辦法到現場的情況之下 幫客戶購入深水單位 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 一個是想諮詢意見 或是想獲取樓盤的資料 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 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希望今後都能夠幫到大家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